台湾您报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再推出老人健保的证件 目前预计大约有四百万人 渴望受贿 带您来听这则讯息 老人健保每位 举着改变的大旗 侯友宜这回再推出老人健保证件 排富全额补助健保 因为过去各县市标准不一 现在侯友宜端牛肉统统有 全胎65岁医生长辈 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长者 也包含在内 以众所税20%以下为标准 有四百万人可以详细健保免费 经费估160亿元 但钱从哪里来 我提出来的医疗健康支出 要达到GDP的8% 从哪里来支出 就足以来面对 这个是我跟他建言的 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到 平等尊严的对待 农业大县对长者福利 更是相当期待 而侯友宜近期证件 包含看护移工制度检讨 以及成立癌症基金 随后中央政府都推出相关政策 让侯友宜话很酸 我还是要肯定的 不过我也要提醒民进党 要像论文这样子 记得来言出处 要备注 免得人家说你是在抄袭 国民党的钱从哪里来 马英九做了八年 年年都买拉死 包含我竞选团队 还有在我们脸书上面 或者是社群媒体上面 有提出来的部分 那有些民众反映说 奇怪总统参选的侯友宜 那提出来的证件 跟我们有相似性 我们是希望说 并非一体适用 而是特别针对弱势先事 去加强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陈冠婷 也在五天前 推出相关证件 蓝绿都以人民扶植为出发点 在证件上吸引损民目光 继续飞刃流程为 特别针报导